地底财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涨停板 尤其是股价还在低档 甚至技术面还在低档 那么有新的科技来做加持的时候 这个股价的反应会更快更有机会 而且一开始大家可能还看不太清楚 但是到后面主流的形象 还有主流将要发生的远期的未来的目标 将会是大家追逐股价最重要的一个情况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就把整个一个可能要发生的事情 先让各位用思考的去想一想就好了 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么未来你可以注意得到一件事 我这张图表几乎每天都在跟各位报告 那么到了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之下 其实现在的互联网或者互联网早就 高速互联网普及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算还不普及 我们现在先假设 假设明年的双十一的时候 双十一是购物节吧 现在我就要让各位来发挥你的想象空间 那么你就能够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么你就会赞同我们的理念 甚至就能够安心上车 苹果的这个隐形眼镜 或者说苹果的隐私眼镜 相关性质的VR概念股 各位注意哦 那么假设在明年的双十一的时候 各位都还记得双十一的场景吧 哇有民歌星在唱歌啊 就连台湾都可能找阿妹出来啦 那么有很多厂商请了很多明星在唱歌 请问如果你有虚拟眼镜 你有VR眼镜 元宇宙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得更漂亮 同样的一边表演的过程当中呢 一边还让你有购物的感觉 甚至有所谓虚拟的你跟虚拟的电源啊 这是不是现在你必须要开始面对下一个双十一 下一个商城里面 你可能会碰到的一个世界啊 所以我必须要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到哦 元宇宙它真的来了 大家千万不要去怀疑 而且这段时间里面我也跟各位提到说 好元宇宙最后受益的在什么地方呢 尤其是台湾啦 我觉得我们讲的太多了 有人说老师 元宇宙受益最大受益的 我看过一个报告 他写说最大受益是台积电 台积电我必须要讲一句话啊 电动车他也受益啊 电脑也受益 手机也受益 元宇宙受益 什么都是受益 你这个新闻会不会太模糊了一点点啊 各位注意哦 第一个 骨架要再低档 像什么 像宏达电 宏达电当然知道元宇宙受益啊 因为他一直等这个元宇宙 等了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那么等了这五六年下来呢 终于给他等到 我想这个部分 应该他当然 他是最受益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 股价 你说老师 宏达电涨很多了 我真的必须要讲说 你看看人家长龙怎么长的啊 你看看人家万海怎么长的啊 连长龙跟万海 都可以比你的宏达电涨得更多啊 都比位数长得还更远啊 你不要说黄老师 你前一段时间讲位数 哇十字停满 叮叮叮叮上去了 我跟各位讲 元宇宙才刚刚开始 请你记得这件事情啊 如果元宇宙复制当年宏达电 这样子不要太多哦 注意哦 复制三分之一或一半的话 有多少 由你自己去想 现在只是元宇宙的刚开始 所以就是因为叫做出声段 我想我必须要这么讲 你才能够听得懂 就是因为叫做出声段呢 所以长上去的时候 来从日线上面看 长上去它回不来 长上去它回不来 这叫做出声段 因为只有出声段代表后面呢 不管怎么整理它还要再来一次哦 所以这个当然是可以在等待的情况 但是各位注意 当这个出声段一旦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大家可以找得到的 一定就是宏达电 因为它就是坐着在那边等 它就是在那边等机会 但是你也别有人说 老师红达电 我就是做到了 我就是没做到 有的时候必须要有点运气啊 你有等的人有份 没等的人没份 那或者说你像我一样 半路插进去 半路插进去都还有机会 好那先不管那么多 接下来还有谁能够接上去呢 各位难道没有觉得一件事情啊 注意哦 我今天先讲两个就好了 这两档股票都不是小股票 一个叫3406的郁金光 一个叫3019的雅光 这都不是小股票 今天竟然会大涨上来 我等一下会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台湾可能要揭入元宇宙最好的方法 甚至呢最近有人说光雷也算 好了好了随便你要怎么算我也不管了 杨明光你总知道了吧 各位看到没有 挡了一大段起来了 光学镜头可能是需求最大的一个元宇宙的供应厂商 各位注意来 元宇宙明年呢 我认为元宇宙啊 每一年是以百分之啊 现在目前是估计百分之五十八 就是一点五倍的一个成长啊 但是各位你只要这样子去想就好了 假如说一个家庭里面就要有一个VR 因为假设说刚才提到的 那么双十一你要去买东西 那你至少要有一台吧 你太太家庭主妇就要一台吧 或者说啊可能有两台 那么平均每两个人买手机啊 因为手机是你随时拿在身上的 但是元宇宙你至少家里的人可以公家用 假设你就说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呢 那么有买手机的人就去买一台元宇宙 用这个方式去计算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百分之五十八的一个成长率耶 甚至呢各位看到没有 它戴起来会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 那么元宇宙假如能够让你轻轻 很方便的去使用 这就是现在苹果正在解决的问题啊 所以苹果它只要让你戴上这个眼镜 这个眼镜还是有度数的眼镜啊 当然这个可能不便宜 那么听说要七万多块钱啊 但是各位苹果高阶手机也差不多啊 所以为什么我没有那么看好电动车 我必须要这么讲 电动车你要换一部车啊 还没那么简单耶 我可以告诉各位十年以后啊 你还要看到有油的车继续在那边跑 我跟你打赌 你看一部车开几年 有的时候我一部车都还开八九年耶 我已经算是很会换车的 有人买一部车一辈子没换过的啊 所以你说车子要换那么快 我认为蛮麻烦的 但是两年到三年之内 你会看到这种到处都是 可能黄敬哲以后戴的眼镜就是这种眼镜啊 所以这里面有关相关苹果方面的概念股 哪一个没有EPS啊 EPS很多耶 接下来你要从这里看了 来吧 我就从这里一个一个跟各位来做解答好了 那请问各位一件事情啊 对于这一整套的装备来讲的话 最可能发生要改变的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叫手势触控嘛 手势触控叫什么名字 你应该知道了吧 第二个叫什么啊 叫耳朵嘛 耳朵要听的叫什么名字 我会有没有带你做耳朵呢 而且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现在我是告诉各位说 请你记得啊 那么那一场双十一的演唱会 加上购买会 那么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听得清楚 而且你要看到每一个歌星的时候 基本上来说的话 音效晶片非常重要 而且他获利六块钱以上 我问各位一件事啊 老师红德殿没有赚钱我好怕 老师卫数没赚钱我好怕 我的老师都叫我买一些 没有赚钱的元宇宙 六块的你怕吗 我说过你就给他想办法 注意啊今天又拉起来呢 继续还维持在高档 你看五日均线守得好好的 随时准备还要再向上 所以你就记得一件事 眼耳鼻舌生意啊 我们这个佛法说这里啊 至少眼睛 眼睛最重要吧 所以里面你各位看一下 这个元宇宙里面哪一个最重要 还是眼睛最重要 没有手势触控或许你用滑鼠 那耳朵这个也很重要 也要听得很清楚 而且这里面还可以接电话 里面可能还有email 你就光这个荧幕里面 什么东西都必须要有 那各位知道吗 你一支手机像普通的 试试看两个镜头就好了 厉害一点的三个镜头好不好 这已经是最夸张的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虽然我认为VR的销售量 可能是手机的一半 但是VR用的镜头 可能是手机的三倍啊 它必须要看清楚这个液晶体 它还要有一个科实技术 它还要能够浮雕光机 然后让你眼睛能够很舒服的看 那比较不好的看起来像观落音 人家讲叫观落音 比较好的你会可以 像刚才苹果那个是透明的 这里面的光学技术 要拉到非常非常的高 我很怀疑等一下不久之后 你要想想看 这个很久没动的 这个光学的古王会不会动 他不是瞎子 他难道没看到 那个什么 阳明光一直在涨吗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只要一整理 就是你的机会了 只要一有机会 长线大底 而且假设你那个时候 很多人那个时候 阳明光买不下手 因为EPS很少 但是叫他买中光电 他就买得下手了 他前三季赚了3.77元 所以你看黄老师在带各位去进场的时候 都有想过 甚至包含大家的心态 各位知道 中光电为什么这次这么重要吗 很多人都说 中光电涨上来到底可不可以追啊 我认为 那么今天已经占到这个黑黑线的一半 明天顺着五日军线很容易就推过去了 我认为还有机会啊 为什么我要这么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 现在假设我的眼镜就是VR眼镜 我真的想去买一副来试试了 不过说真的一件事 买了之后我怕我儿子每天都在玩 我说这个很头大 各位注意啊 你往左转往右转的过程当中 这个左右的角度 目前全世界中光电 它的一个左右转的角度是最大的 它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所谓AR眼镜模组整合方案 所以它也打进了苹果的供应链 各位注意啊 有没有发觉啊 苹果现在光是光学镜头相关的供应链 有几家啊 有中光电 有阳明光 有6209的金国光 它也被点名了 也的确是有这个消息 没有错 所以它才能够自己在那边 叮叮叮叮 开始做了没有 也许不一定 总之呢 它连金国光也给你放进去了 有亚光 有郁金光 有大力光 我问了各位一件事 你什么时候听过 苹果要做手机的时候 找了六七家的光学镜头厂 没有耶 只有苹果在做VR 甚至苹果做电动车 也没有找六七家光学镜头厂 只有苹果做VR的时候 找了六七家上来 什么意思 因为光学镜头将会在这里面 达到最高的一个运用 达到最大的一个运用 甚至呢 将来要让你 因为现在大家戴这个眼镜 还觉得不太舒服啊 那么将来要让你能够 不要忘记了 我刚才说什么 它有可能取代我们现在的眼镜 那叫什么医疗 所以各位看到像这档股票 它又是车用的 记得哦 车用是用六颗到十八颗 苹果大概就是十八颗了 医疗那就是无助使用了 各位看到没有 然后呢 还用到VR 还是苹果的供应厂商 我问各位一件事 是不是搭上线了 现在股票市场里面 尤其是电子股 最重要是要搭上线 这次本来大盘要掉下来 也是因为搭上了元宇宙这条线 整个反转过来嘛 不然你猜联发科今天怎么 又来了 他又说他是元宇宙了 对不对 当然联发科算得上是元宇宙 但是联发科跟高通 两个去比的时候 我认为早期啊 连宏达电都还是用高通的啊 你要到了联发科 会做元宇宙的话 那大概就是 中国大陆山寨品牌的 这种VR已经出来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应该是要等到两三年之后 成熟以后的事 不是现在 我很直接的讲 那你有说联发科现在要涨 大家要涨就涨没关系嘛 但是问题来了 不管你是宏达电的Vive 不管你是苹果要推出来 不管你是谷歌要推出来 或是微博要推出来 这个最重要 因为它要光又要感测 所以我告诉各位一件事 答案就是那个光 我让各位猜了两天 就是那个光 我让各位猜了两天 就是光学镜头 我希望所有朋友 等一下哦 注意哦 那么亚光已经大涨了 甚至 郁金光已经大涨了 这个还在低档的 甚至呢 未来有车用 还有医疗 还有元宇宙的 相关性质 低档的光学概念股 市场还不知道的 想尽办法 赶快拨通专线 跟上来就是涨停 涨停再涨停 让您发光马上回来 千呼万唤 正式推出 黄老师的技术班来了 消耗股市 绝不能出过的一堂课 空头酒市 多头酒市 和别多空关键形态 数部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 不再忘不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千呼万唤 正式推出 黄老师的技术班来了 消耗股市 绝不能出过的一堂课 空头酒市 多头酒市 和别多空关键形态 数部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你们知道吗 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 是什么是什么 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 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 那会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可大了呢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 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 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全力义务 迈向成年的第一步 我们再来构筑一次 元宇宙会加持在电子股上面的事情 这种是所谓的低档的月线 你先不要管它叫做什么股票 这种叫做最低档的月线 几乎没有涨上来 甚至呢 这种叫做最低档的月线 连一根红棒啊 这两根还没有之前啊 连一根红棒你都看不见了 所以当时我跟各位讲 第一个叫跌太深嘛 第二个再坏就像前面这里 弹一下弹一下有没有 这个小小动一下 小小动一下 也有三四支停摆了 因为有的时候跌深 他一弹就是三四支啊 那每一次都说 啊VR要来了 VR要来了 那这一次呢 又说VR要来了 元宇宙要来了 那谁知道对还是不对 所以呢 一开始的时候 你听到的时候 先转他三支 没有错吧 先转他三支嘛 反正他VR要来了 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不对哦 NVIDEO讲话了 黄仑勋讲话了 还拍了一段短片 他用这个 他在家里的元宇宙 那么他可以开车 然后送一个女孩子去上学 送他们家的女生 因为车上可能就怎样 就有这个十八颗镜头 十八颗镜头 让他能够看清楚 这台车子外面的世界 然后呢 他可能用这个元宇宙 元宇宙上面的这个 光是这个眼罩上面 又是六个镜头 然后运用这些光学感测的一个原理呢 其实他就跟真正在开车的时候 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就可以把他的小朋友 很安心的送到学校 然后再让车子回来 所以黄仁勋讲说 无人车真正的境界 就是元宇宙 所以各位先把这个过程 先把它想一下的时候 你就知道光学镜头真的很重要 当然了 那个所谓的VR也很重要 而且当时我跟他讲说 如果是变真的 注意 我就必须要把当时的经验 跟各位说一次了 各位知道吗 你不要小看 人生很多事情 十一年前我可还未婚 这个时候我还未婚 当时有人说 哎呀这个手机干嘛呢 没有按键 跟有按键还不是一样是个手机 我说不对哦 第一个 手机的通讯从两机变三机 以前只能传简讯 当时已经可以传照片了 那么当时是这个情况 那宏达电也没人要 3月20号台北国际电脑展 我带当时的女朋友 我现在的太太去那边看 然后我就买一台宏达电的手机 买一台苹果手机送给她 我自己用宏达电的 为什么 我想知道宏达电将来怎么去改善 结果反而简单讲就是说 后来手机呢 尤其是用这种滑的手机啊 就变成这个市场上面 最大的一个主流啊 翻转了大立光 翻转了宏达电 大盘有没有大涨 没有啊 当时有没有一万八千点 没有啊 因为一万八千点最重要 是跟台积电最有相关啊 但是刚刚开始起涨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假设说涨到这里好了 哎呀放心啊 红达电这股票真的不会涨 那么多年的没涨过 而且呢 还能换手机啊 二机换三机也不是那么需要 谁知道啊 对不对 要不要 跟现在一模一样 当时的位数也是一样啊 也是一波上来啊 是不是跟现在一模一样 所以我说过 各位看到没有 你往往看到的时候 你如果把它放到一个 大的时间表里面的时候啊 我说过啊 现在大家哪一个不是拿着手机去 我先来把这个故事讲一次哦 现在谁不是拿着手机去阿里巴巴双十一展 去上面买东西 然后是又顺便用电视看这个所谓的演出啊 但是我认为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像阿里巴巴这么先进的 或是说各位所看到这种比较厉害的亚马逊这种商城的 明年真的让你戴上VR 真的让你看到珍妮佛罗贝斯 真的让你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彭于苑好了 假设彭于苑书籍 真的让你看到他们在那边演出 顺便呢 真的让你看到这些 真的店员店家 他怎么摆设 你可以真的用那种感觉就像伸手去买东西一模一样 因为你知道VR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 所以呢现在离那边啊 我可以给你百分之一百的保证 百分之一百的保证 别的我不敢讲 不是保证赚钱 我说红达店也好 卫数也好 甚至威盛也好 红达店应该卫数啦 红达店应该卫数 红达店应该卫数啊 休息完了 我们就会想办法再去拿回来 但是没有保证一定会涨 保证一定会涨我犯法 不行 我只说我们会想办法把那个骨骄再拿回来 因为这只是出声段 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啊 这只是出声段啊 这都只是月线的一小段而已啊 好那有没有这个出声段还没上来的 我就没有时间了 我干脆用电脑跟你讲 你觉得这像不像嘛 就这样子形容了嘛 各位想想看 全世界最好的VR镜头 全世界最好的VR镜头 而且特斯拉还认证了 还有车用镜头啊 也是特斯拉 它也是特斯拉概念股啊 那就是3019的哑光啊 那你这个车子开出去的时候 车子上面的18颗镜头都是它的 那你同样的 说不定将来特斯拉说 我现在就有来个特斯拉头盔给你看 所以将来这个VR 我觉得一开始一定跟这个 跟一开始的手机一样很麻烦 苹果用苹果的VR 然后那个宏达电用宏达电的VR 那Google用光格的VR 一开始一定很让你很讨厌说 我可能要买三个VR啊 知道没有啊 那个时候谁又收益 反正不管你谁的VR 你通通要用到光学镜头 你通通要用到光学镜头啊 注意哦 3406的郁金光 来各位看一下 郁金光也回到一个长期的低点哦 问题是他们有没有EPS 他有没有EPS 我今天给你爆牌了哦 不是爆牌啦 就是说介绍 介绍一只股票 但是我介绍这个是真的啊 大力光有100块钱的EPS哦 我就这么醒了 只是介绍说他有啦 但是没有介绍他会涨会跌 我们不能讲涨跌啦 你觉得他会不会回头告诉你说 我会做VR啊 看清楚一下 大力光有没有做VR啊 所以郁金光跑去做VR了啦 大力光只是说 我最近在做VR啊 因为之前VR不红嘛 所以他的毛利没那么高嘛 所以他跑去做 他当然要做手机的VR啊 但是郁金光就 郁金光跟他剪菜啊 有我就都做 你看有都做差有多钱 股价就差很多啦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 郁金光已经涨一段上来了 有没有 在这你再用这个看来 至少从400块涨到490啊 快90块钱啊 大力光都 大力光还在这边 今天是不是真的跟各位讲大股票 超大的 他还在那边互盘耶 但是他前三季100多块啊 看到没有 他只有13倍啊 这两支送你啦 不是这两支送你了 各位想想看 连霹雳布袋戏只讲说我也是元宇宙 因为我做的是元宇宙里面的影片 那么我可能 我们现在就把它形容得好笑一点好不好 我可能有一天我会在这个双11的时候 好好表演一下 OK 四支停板啊 最高之后当然会有一些震荡 但是拉回来看起来都还有 他甚至还有NFT的概念 我今天没有时间介绍啊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有观光概念的 我现在介绍的都不是短线 都准备给你做长线的啊 而且 那么大家现在说 那现在元宇宙最好的应用方式是什么呢 第一个 脸书告诉你什么 你不用来找黄敬哲开会了 黄敬哲的子公司也不用来找我开会了 我们用视讯会议 脸书这么一讲 谷歌也讲啊 而且谷歌本来有一个视讯会议 也就是这种VR的一个团队呢 2017年解散了 结果现在又开始来了 各位看到没有 这也是啊 所以我认为啊 你会从谷歌亚马逊 甚至谷歌一个头盔 我记得谷歌的头盔才卖多少 299美金耶 还满便宜的啊 你等一下上网去看 有那个卖399 1499块台币的都有 他就是只希望你上他的网页 当然了 基本上来讲的话 像侯达电是什么网页都上的 所以他应该是一万七八千 我没加多少钱了 对吧 所以一万多块钱 几千块的东西你随时可以换 一部车啊 一百多万耶 年轻人一定有钱去换吗 所以请你重压VR才对 重压元宇宙才对啊 因为元宇宙就是把你的手机再次拿出来放大运用 再把十一年前宏达电从这个低档冲到一千多块的经验 做部分不能讲宏达电的股价 做部分的预测 做部分的重复啊 那大力光甚至这些所谓手机都会重新来过 苹果当然是你最希望的对象 尤其是苹果是有赚钱的苹果 当它一出来的时候全部成真 来不及上元宇宙的放心 没有宏达电元宇宙 绝对有苹果的元宇宙 那么一个VR6颗镜头 就是那道光 让你亮灯 暂停 暂停 再暂停 请你跟上我们抓住元宇宙的一个脉动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千万换 正式推出 黄老师的技术班来了 消耗股市 绝不能错过的一堂课 空投九市 多投九市 和别多工关键形态 数个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核心操核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读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千呼万换 正式推出 黄老师的技术班来了 消耗股市 绝不能错过的一堂课 空投九市 多投九市 和别多工关键形态 数个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早前听到法院心就怕 现在我们都有机会 做法官 2023年 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 中大案件第一心 有六位民间人数 和三位法官一起来心理 人民的观点 人民的感受 中处受重视 做国民法官